等等这什么情况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头一段时间一直有朋友想看一看这款C-ZERO DLX的骑士青天柱 玩完MGEX详细自由之后 终于是有时间看一看了 上手之后感触颇多 特别是咱这个腿上 护甲不缺 话叔叔你说气人不 朋友们先点赞收藏分享知识一波 这玩具全高是接近30厘米 尺寸不小 不过这次从盒子里拿出来的瞬间 就感觉这个身形下 这个分量是比想象中轻很多 关键方面我仔细看了一下 还是有一些合金结构的使用 因为包裹是比较厚实的 我是感觉好像没有以前多 另外在衔接位置或者拉伸结构 采取了这种灰白色分件 虽然说繁琐的外甲值下并不明显 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会让人非常介意 应该采取接近金属色的配色处理 整个外观方面采取了电影版中 一种骑士版本的外观处理 在变形金刚上出现了很多人类肢体的仿生结构 像是胸口 还有手臂的肌肉感是非常明显的 有一种健美先生的味道 作为我个人的话 巴斯动画版先入为主 这其中电影版的外观造型 我最接受的 肯定还是大黄蜂独立电影里面的外转柱 有童年的味道 而其次就是变形金刚前期的青田柱造型 给动画观众带来颠覆新鲜感的同时 被拆分的索罪机械结构 也让人佩服概念设定的脑洞 而这版骑士造型的青田柱的设计 是取消掉了很多直来直去的机械结构 身体大量的弧度线条 充斥着肌肉感也算是别有一番味道 虽然说张显了机械生命体的属性 但是载具和人形之间 元素关联就变得薄弱很多了 便使载具细节在人形结构的位置乐趣 自然也是不复存在了 所以我对于骑士柱的喜爱 在电影版里也是垫底的存在 电影版中你最喜欢哪一版造型呢 不过这款DRX骑士青田柱 在装比利尺寸下 还是给玩家提供了不少的表面细节 这其中最精彩华丽的 当属胸部这一块 两片卡插装甲像是吊带胸罩一样 附格在胸口的左右两侧 这个彩色外甲和中网的形结 确实会让人感觉比较精彩 而在四周则是大量的机械结构排布 像是锚钉啊 压杆啊 精度表现是非常之高 一些线蓝 也是在根据机械走势 在进行着看似繁俗 但有合理的编排 配合上一点特殊分色强调 这个复杂长度还是挺高的 这个地方的效果 是整款模型我最喜欢的一个部分 但是感觉细节方面还有深入空间 而在后背 六个大尺寸的排气管 从后腰一直延伸到肩部位置 后背有一点花繁微检的意思 口部还做了熏黑处理 来增加真实表现 喜闻乐见的龙虾背依旧存在 三层结构处理 只不过细节强调仅为肤雕呈现 这个涂装也近乎一平铺 视觉冲击力对显不足 而在腿部 即便是有大量外甲覆盖 在缝隙中也涉及到了一些一二杆的穿插 大腿耸了的软管是采取了软胶材质 表现力还相当到位 而在漆面部分 我想着重说一下 这次给我的感觉就是金属漆面特别亮 看着比之前玩过的外转柱是心很多的 但实际上也是有做一些纠化处理 比如说蓝色外甲边缘处 是有做一些干草效果 来模拟金属外壳的漆面刮蹭 而另外火焰纹清晰流畅 肩部和腿部也有塞布坦文字处理 只是在极强的金属反光之下 这些细节处理都变得并不显眼了 确实在银色部分也有做出一些表面的自洗处理 来模拟一些污渍休息状态 只是这次效果并不是很明显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起初我以为个别部位是忘记做自洗了 就是单纯的银色漆面很亮 但是把玩解录之后发现根本就不是 是这个自洗涂层被蹭掉了 漆面老不度是不行的 别人的玩具是越玩越旧 这个清前柱是越玩越新的 接着在头部带有发光灯组 需要拆起下来的天灵盖 然后需要自备两件 RR44型号的纽红电池安装进去 装好以后按压前额点亮灯组 眼部尺寸很小的 眼球四周是做了一些纹理细节 灯光的话也仅仅为渲染效果 并不算特别明显 模型默认采取了口罩脸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带嘴巴的贴发零件 嘴巴部分呈现微微张开的造型 细节体裁还是不错的 不过电影《青天柱》的嘴巴样式 我是不太喜欢 还是戴上面罩舒服一些 不过这方面也采取了吸揽结构 来体现肌肉走势 不过关节设计是比较简单的 顶底都为球形关节 头部的肥养角度表现是非常好的 在头部左右也能够实现一些简单侧摆 不过因为侧面的领口装甲被刻画的比较高 旋转方面会存在一些干涉 而作为全身细节最繁琐的胸部 结构是被分割成了三段 上半身的胸口单元 小腹位置 以及底部的侧面 其中上端已经可以看到 为了防止刮蹭 还是预留了一些空间的 平视和俯视的时候并不算明显 弯腰的时候不会产生刮蹭 小腹位置呈现内缩状态 因为预留了足够的空间 弯腰幅度表现确实是超乎了我的想象 而背部中部腰呈现收纳状态 产生的空隙也在有接触范围之内 胸部下端有两片可动甲片 弯腰之后角度并没有出现变化 看来也不是用来让位的 另外腰部也能在中段实现左右侧摆 幅度并不是很强 腰部旋转的话 在腰部的中段和底部实现 两节旋转起来配合幅度还是够用的 而在躯干侧面内线关节为前后摆动设计 而并非是引出结构 胸口侧面细节又针对手臂前摆做出让位可动 肩部护甲采取了两仓结构 每一层之间都带有可动关节配置 当手标进行垂直旋转的时候 需要让肩部装甲进行让位才能实现 躯干侧面带有平举关节 配合上手臂底段关节 平举幅度是可以超过90度的 不过一定要注意调整肩部护甲 否则非常容易产生结构干涉 手臂上段可以水平旋转 要注意前后突起的结构干涉 躯肘采取三段式关节 躯肘幅度在120左右 因为手肘护甲采取了可动配置 所以对于关节有一个湿湿的遮挡 造型关改还是挺好的 而在手腕部分则给出了一个内外摆动关节 造型手提供了很多 只不过每一个造型手的替换 都需要把原来的手臂护甲拆下来 安装到新的上面 这个体验让人是不太爽的 在手腕部分是给出了万刃设计 我们需要拆除掉手臂侧面的夹片 然后把替划分件装上去 这个刀刃和本体一样 也是采取了一定的做旧处理 这要是扎一下 肯定是破上风了 这细条状的前裙甲采取了两端式的球形关节配置 结果设计关系前台让位是比较困难的 主要是侧衣来减少腿部干涉 而同时腿部侧面装甲也有单独给出位移设计 用来减少侧踢干涉 在胯部采取了L型的关节配置 前踢幅度的表现绝对是超出了我的预期 不过因为大腿线接关节很紧 归位的时候就很难着力了 不见一场是非常费劲的 后踢的话也有 也要配合大腿关节位移来实现 侧踢表现还不错 接近90度的水平 大腿顶部可以平转 但是幅度是比较小的 屈膝幅度150左右 并且有联动设计 在膝盖这个蓝色装甲 当屈膝被拆分成两块以后 极限角度下 各自有不同的拉伸效果 不过在繁琐的外甲之下 这个联动并不明显 这里温馨提示一下 在膝盖旁边有一个小双甲 是采取了一个L型的卡榫固定在侧面 连接位置是比较单薄的 大家把玩的时候需要注意 我这个就不小心被掐断了 因以为戒 下对下端减手干涉也是配置了可动甲片 脚掌可以水平旋转 而上台还有下落是在脚踝下端关节来实现的 脚踝关节的左右侧摆幅度是非常理想 并且前脚掌给出了分段式的可动处理 摆完一段之后 虽然说擎天柱外观细节是比较多的 不过也因为近乎人形的肢体表现 让可动性实际上发挥的还是挺好的 最后就是骑士擎天柱的两个武器 一盾一剑了 首先就是这个冲击波护盾 这个盾的涂装风格大量的自洗 不太亮的金属漆面 我感觉才是传统CZL的涂装风格 需要采取链接才能安装在手臂上 虽然涂装风格和本体有差异 但是作为防具而言 放在主体上并没有感觉有突兀感 细节表现还可以 是没有什么拉伸展开结构的 而另外骑士搭宝剑一枚 看起来金属质感也还不错 在刀刃上是印制了赛博坦的文字 看着是有点过于浓重了 刀柄部分则是带有这种剑筋的拉伸细节 观感表现还是相当好的 而除了手部卧视之外 无论是赛博坦长剑还是盾牌 都支持背部的背负样式 而利用额外的连接件 也能够实现剑盾组合的收纳样式 当我把这款DRX青天柱拆封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给我媳妇看了 我说1000多块怎么样 他就说这个看着感觉合适 这么大 还有那么多细节 还有那么多亮的漆面 比你买的那些小的不是强多了吗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是差不多的感觉 也是CZ肉产品一直以来给人的产品印象 这款骑士柱也不例外 特别是在高亮的金属漆面之下 陈列表现会更加突出 我没有大比例那一款 所以我看这个也感觉还挺好的 摆完一段之后关节紧实度 可动性的表现也让我满意 不过对比之前的作品 这款骑士柱的漆面 却又显得调性不同 同时这次把玩还遇到了一些问题 比如说自洗涂层的稳固度不太行 玩几下就蹭掉了 还有个别小假片的连接是比较薄弱的 容易损坏 基于之前的产品 手背装甲还需要进行替换 就感觉这款产品貌似并未激励 有一点小毛病 不过论性价比 依旧是秒杀MB的存在吧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喜欢视频的话 多多给视频点赞 收藏分享支持 我们下期 不见不散 拜拜